今集的南路自由爬,我們近近躲過大海 去到可熱不夠一年的老佛爺酒店 The Cowlickerville 做一晚有錢人 在澳門除了豬扒包之外 還有一些更有趣的平民食物可以試試 另外也會分享一下 我們去到澳門唯一會買的肉乾是哪一間 最重要的就是終於去了吃自助山 但跟想像中真的很大出入 等三個月預約然後吃這個我會丟出 所有行程開始之前要說一句 多謝何超義小姐 因為我們抽到那個 之前怨婆套戲的一個送禮活動 所以我是獲得二獎 二獎就是送這個 The Cowlickerville的酒店住宿一晚 加上來玩船給兩張 所以我帶了小媽過來住一晚 所以你看到我們現在就已經是 去到大家很熟悉這個找酒店發財巴士的路線了 我之前上網就看了一些Google Media 我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想去 十月初五街一個航空夜市 還有想去最後這兩天的美食節 跟香港那些差很遠 我們是下班 我看到我看到那個Logo 我看到 Kate 這個 哇 這個樣子 很漂亮 一推開門入到酒店的時候 其實我是被整個環境震撼了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黑色的鍋 第二就是不同的老佛爺的雕塑 在不同的分佈裡面 加上臨近聖誕它的裝飾 聖誕樹上面的老佛爺的聖誕波波 也是很吸正的 雖然我跟名牌是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知道老佛爺是一個 在名牌界別裡面的傳說 所以我收到這個通知之後 我真的很興奮 甚至乎是比重頭獎日本的 一萬元旅遊禮券 我更加興奮 商場一樓 然後泳池那些在三樓 剛剛我們在樓下Check-in 然後呢 很好的Reception 那個歌就是很好 就是知道我們 抽獎抽到 然後跟我們說 附近有什麼路線 有什麼安排 我們有什麼安排計劃 跟我們說有什麼路線可以去 搭什麼車 還有他們酒店有什麼 穿梭巴士提供的 所以我覺得很好 我覺得 很大件 哇 那個普典的味道 有什麼好看的 它又不是我看片那麼大 但是也很開心 對 你看到 還有它 進到來 很中式 那個設計 紅 框框 佳磚 還有呢 它一來到已經有本 紫藍 就是有一個 The Caligafield的 搜尋 可能因為我們要求了兩張床的房型 所以 普遍感覺 和我上網看到的 雙人床的房型 是有些分別的 他們的客廳感覺比較明顯 而我們這裡 就真的像一般酒店 C4方方 不過只是設計上面已經贏了 因為那種古典的氣氛 典牙的味道 我也是遲同我應用不到 但是真的很漂亮 很華麗 這個螺線是 真的不是這樣的 除了一些設計上面的用心 其實在細節上面的處理 它們都很著重 當你走到醫務間 打開燈的時候 再進去 見到金碧輝煌的廁所 那一刻我真的呆了 因為真的 很整齊的 而且很善用 這個空間 所有東西分布很好 加上打開衣櫃 見到一些 不是傷了在衣櫃裡面的衣架 這個真的好振奮 因為現在太多衣架 都是傷在裡面 我不可以拿出來用 變相我所有的衣服 都要擺放在衣櫃裡面 其實可能會上升 這個要特別提一下 就是它的浴袍 質地是非常之好 因為它 面質是塗衣料 裡面是無根料 ится 脛脫尿 也不會失泥 但是有些可惜它不是智能助次 這個是有少少意想不到的 另一邊左邊就是一個企缸的位置 在設計上面 我特意留一個雲石的坐的位置 就是我現在畫面指著這個位置 那你其實是可以坐在這裡洗澡的 酒店職員他特意提醒我們 我們的mini bar 是送的 那我們就一起看看究竟mini bar 裡面有什麼 一開始已經有個咖啡機 有一大堆的水 下面那一層有個擺酒架 左邊第一層就是有些膠囊咖啡 有些茶包 它有不同款式的一些咖啡膠囊 以及以往的蔬菜包都有 再下面那一層就是一些 餐具、茶具、杯 不同的紅豆杯都有 最右邊是我猜不到汽水櫃裡面 除了我們一般喝的 有糖沒有糖的可樂 雪碧、啤酒 還有一個冰桶 它竟然有蠻牛 真的有多好喝蠻牛呢 充電位呢 它是隱藏式的 而重點是已經自帶USB 自帶USB 還有另外有一些旅行插 這樣 要讚喔 它呢 電視呢 它有齊 無線 有澳門 還有還要有Viu 要讚喔 有Viu 對啊 我們應該是這個 這個套房 真的不是開玩笑 大開眼界 我剛剛看到我們那個 我們這間房 即是雙床 圓景套房 這間房 原來它是索價 接近 12000澳門幣 差不多都9000港幣 很誇張 原來它在後面 原來它放在後面 原來它放在後面 我覺得像油麵 它的麵 我這個真的是蒲哥蒲哥汁醬 石膽肉亮 它的雞呢 不韌的 它的雞是不韌的 肉 什麼雞可以嗎 真的要炸 因為可以容易韌的 特別是焗 蒲汁焗飯 很容易韌 它不韌 我OK 嗯 想不到 頭腿找間吃都OK 這個炸的片盤 有魚蛋 有魚片 魚片 魚腹 還有雞翼 要差不多60元 我怕你去共喝 是60元而已 60元而已 你會聽錯 是60元而已 這碗麵也要60元 是呀 所以我覺得很划算 哇 在香港 食譚什麼的麵 什麼都沒有兩樣 都要40多元 是 這位受訪者的樣子 是否會鋪掉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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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說 吃飯飽 我嚇過草 我不要這樣 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是樂場時間 大家都已經去完 趕著觀雅街 收檔 所以 都很好吃 而且炸的食物 是生炸的 留意是生炸 它不是落炸的 很好吃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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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觀雅街都是去遊客 的表現 就是過來 買手信 但是呢 如果買手信 我都覺得觀雅街 我選擇是OK 因為我跟媽媽吃過 是不錯的 透視肉桿是必來買的 還有最好是什麼 最好是我們先搭 酒店巴士 我們已經省了一部分的錢 可以買手信給朋友 就是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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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說真的 巨記賭場也有 其他店 都 它是現場敲 但是沒有這個 不好吃 所以我喜歡這間 這間是很厚 很厚的 一磅 我再拿一個 我後切 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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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雅街真的有這麼多人 上次來觀雅街 是簡直 買的 什麼 蛋撻 和葡撻 買不到 然後牛雜 也排不到 基本上就是吃了 豬扒 上次是去這間 豬扒 一般 不值得牌 我們好像去一個 未去過的舊城區 對 舊城區 之前去都是 觀雅街 買手信 賭場 很難 其實我是喜歡去一些 舊區 或者不是旅遊區 的多些 但是剛剛泰國那一轉 真的去不到 現在這個不錯 至少這裡可以去到 還有安全 至少這裡安全一點 我們去到每個地方 都要走超市 終於看到 我去泰國好像沒有拍攝 走超市場 對 因為我們只顧著買東西 沒有拍攝 沒有拍攝 在泰國 喂 9.9 好像白癡戀人 那些 你的餅餅 賣不賣 9.9 一盒9.9 買吧 我想試這個 因為買這些很容易 分給學生吃 好 買不買 買吧 買吧 下次再拿去吧 你去看每個超市 就看到那裡的生活習慣是怎樣 即是無論那個是超市 還是街市 我喜歡看別人的生活是怎樣 所以我喜歡走 真的永遠走超市都很開心 很多次成年 它厲害的地方是有很多工具 海灣加樂福星有這麼多工具 什麼工具呢 靈線 接著 去到這些 箱在 箱在 插槽插座的那些板 還有最重要的是什麼 有不同的角色 我真的在加樂福星看到 超市是有這些工具 很好啊 這裡很好 有這些物件 廚具 剛才有工具 還有廚具 開瓶器有幾款 這裡開瓶器已經有幾款 然後還有文具 我相信大家走衛康 就會發覺 衛康和百家很大的分別 衛康也是有好時間的消息 有原本蠟燭香 有稽前賣 這個很重要 對於有需要的朋友來說 你沒有的話 就真的很劣 還有這裡是 這裡是連電器也有 紙杯這些不在乎 很多款 它最厲害的是什麼 它最厲害的是 沙煲餐餐電器 真是加樂福 這裡 為什麼我會覺得它像家鋒呢 是因為它 如果你看到畫面 它上面是真的 很家庭式超市 即它沒有什麼特別 它沒有什麼特別裝修 但是它賣的東西是可以令到它成本 或者降低成本 這些很紋身 紋身的東西 你是要 真是 你去買東西 或者你去 觀察你才會留意到 OK了 Thank you 是我的名字 先看看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your choice of hotel and we look forward to making you first take a memorable one 好開心 很漂亮 有沒有巧克力的曲奇 看看 這個是老伯爺的貓貓 是老伯爺的貓貓 好可愛 好可愛 貓貓 好可愛 吃吧 好美味 好美 好美 夜晚的夜景 是 開心的 我覺得什麼是專業呢 是呢 我回來 它幫我填好 那些 電線 魔術貼的膠帶 都填好 幫我們鋪好 床的尖尖 還有這個拖鞋 終於來到澳門最緊張的行程 就是 食字座山 然後我們 喝了很久 既然這次是沒有成本 不如 不如吃吧 因為如果要給酒店 然後給 賣船飛的那些 我應該不會 捨得再給 1,000-2,000元 吃字座山 就今晚捨得 它這兩天 都好像有禮拜的工作 下午和晚上 都是有 有那些 分禮成成 所以沒有開放 我看到字座山的樣子 咦? 外面的嗎? 還不知道 幾個月都說 預約不到位 怪不得 這麼大也預約不到 是不是有些問題 對 為什麼呢 很誇張 這裡 坐在這裡 過關 這裡很大 真的大得越大 哇 好大 對啊 它還要是不便宜 對得住價錢 真的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從場外的巴西燒烤開始說 在場外的巴西燒烤裡面 很多燒肉類的食品 燒生蠔 全部都是現烤的 另外也有很多 香腸 燒雞 燒粟米 燒蔬菜 薯仔 這樣的菜式 在這裡 但是我一個都沒有吃過 因為太飽了 所以我給不到評論 但是看上去是很精美的 接下來就是 即即即食的海鮮 水箱位置 你看到的所有東西 都可以加一百八十元 去做一個 即精即食的服務 走回到室內 你會第一個看到的 就是一個 日式食餅的 booth 有不同的壽司 有開的生蠔 還有一些 海鮮的刺身 有蝦 有青口 有扇背 有長腳蟹 但是普遍 這個價位 七百元 八百多元 我覺得它是少的 在場面 比較多是亞洲食品 現在你看到 這是台灣的食品 booth 有台式臭豆腐 有台灣的米線 麵線 還有小龍蝦 我們去的時候 是屬於頭輪的 自助餐時間 所以 所有製品 一定是好吃的 再進去的 就會有其他粵式的小菜 有湯 有雞湯 有不同的湯品系列 湯是不錯的 但是拿回來 已經變微溫 也有不同的煎蝦餅 炸蝦餅 中式點心 都有 再下去 就是一個 平常大家自助餐 一定會有的 一個 現煮的麵條 BOOM 有不同的牛丸 豬肉丸 基本上你提到的配菜 這裡都會有 接著是比較特別的 印度飛碟 表演 我叫她表演 這個姐姐挺好的 她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給了一個 黑松露的香蕉煎餅 是挺香厚的 再下去是新加坡的系列 新加坡的系列 有燒肉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放在一起 但是它有燒肉 然後旁邊會有 鵝肝多士 還有不同的印度菜式 在印度菜式來說 都很齊 一些燒烤類 串燒類 它的汁醬是做得很正常的 沙爹醬 其實很多人去自助餐 會比較少吃沙律 以我所知 但是其實沙律 是顯得出他們 多不多 款式 多不多 類型的一個範疇 還有怎樣看一間酒店 是不是一間 貴貴酒店 就是任我拍馬騎 這個是我對於酒店 自助餐的一個標準 必須要說的是 這個好像City Super 那個 西式糧送飯的Boof 它的浪白沙律 真的很好吃 最後就是它甜品的Boof 甜品的Boof 有不同的甜品 不同的雪糕 不同的甜點 還有它有很多臨流滿目的 一些 白色的西式甜點 最特別是它的蒸糕 它有蒸糕 這次我覺得很震驚 加上有很多 加上很多是現製的甜點 當我去吃的時候 我建議先拿了現製的 因為其他的西餅 很多都是用雪藏冷藏 現製是開心很多的 最特別是它有一個椰青 突然推出了一個椰青的車 不過這椰青是失溫的 所以 椰青失溫的時候 就比較偏酸 還有不好喝 其實飲品它有很多種類 基本上要的咖啡 Food Punch 果汁 全部都齊 但是這個熱巧克力機 是令我很苦惱 好像我這樣 看其他Youtube影片 來自助山 其中一個你會失望的是 其實沒有想像中 有很多款 但是沒有想像中 那麼好吃 還有海鮮的部分 是 海鮮的部分 比我想像中差很多 沒有麵包蟹 還有 沒有冷的龍蝦刺身 所以我就想 是不是應該要加 才有呢 和海鮮很大出入 因為我覺得貴價的 一定要用麵包蟹 或者是 最低限度 最低限度有龍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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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限度是麵包蟹 但是它不是 如果和我看Youtube影片的話 要留意一下 是否真的想用 其實這裏 你加一個 真的想吃 是蒸龍蝦 還是焗龍蝦 其他 這個菜單 有龍蝦 有蟹龍蝦 有蟹龍蝦 我加了它為了吃龍蝦 其他我真的會吃 我本來不吃魚 所以 這個我已經很開心 它很濃 一開始吃 是不太浓 但熱的就不會滾 吃下去都可以 都可以 這裏就不吃了 牙都很厚 龍仔就是這樣 天文很粗 終於吃了很久了 覺得是自助山的頂風 頂樓 就是自助山 不是 應該是奉飛的最本級 但感覺是很霉 要熱的油不熱 除了甜品多 還有點飲很多之外 我覺得是種類很多的 很加分的 我覺得是兩件事 每段時間都有不同新的東西 但是 並不是 樣樣都很好 所以我不懂評論 但如果我今次 我的好大目的是自助山 我會有點失望 不會下次 我就知道 我不覺得像大家說的 那麼衰 那麼開心 等三個月預訂 然後吃這個 我真的會丟出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這個 雜誌性生活紀錄的話 大家可以繼續看我這個頻道 不過如果大家想看 影片教學 我暫時都會用RG Views 一分鐘內 一分鐘內 用RG Views 或者Youtube Source 去做 影片教學 或者做一些Present 這樣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記得訂閱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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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留言給我聽 有機會再見